哈囉 各位 我是DICE 今天我們來玩奇奇林囉 奇奇林是諸子中新出現的新進化型態 那屬性是超能力跟一般啊 種族值當中啊 血量跟特攻這兩項是非常優秀 而特性的話 這邊我們選擇的是 奇奇林的專屬特性 維甲 相信有在玩對戰的各位啊 應該都有被裝講究頭戴的 神速快龍一貫三過對吧 維甲這個特性呢 就是可以無效化對手的先制招式 也就是任何優先度大於0的加成效果 都會被這個特性無效化 關於優先度的這個概念 我們之後會專門做一支影片來講解 努力值的部分配點為 防禦132 特防120 特攻28 速度230 撐一下速度平均一下雙防 剩下的就點在特攻上面 HP因為本身很高的關係 這邊努力值就不分配了 性格為加特攻減攻擊的內斂 那攜帶的物品給他爽喉噴霧 效果為使用聲音相關的招式之後 可以提升一個階段的特攻 配招的部分分別為 巨聲 暗影球 奇草 雙光束 其中巨聲跟雙光束 這兩招特別拿出來講一下 巨聲除了傷害高之外 還可以直接貫穿對手的替身 而且使用巨聲之後 會觸發爽喉噴霧的效果 雙光束這招可以連打兩下 單次威力是40 適合拿來破畫皮 多重鈴片 結石 氣勢披帶 氣勢頭帶這些東西 而太金化屬性選擇的 是跟本身一致的超能力系 這樣雙光束就算沒有在觸發爽喉噴霧的時候 算上招式跟本身屬性一致的 150%加成 也有60連續打兩下的威力喔 那如果是太金化後屬性一致的狀況下 加成會變成200% 也就是威力80連續打兩下 真的是非常的暴力 好朋友的部分選擇圖標克 特性是惡作巨之星 可以優先使出變化招式 如果洗衣機洛托姆是特攻型的先發手 那圖標克就是物攻型的先發手 他本身的速度種族值高達110 物攻也有95 性格為加攻擊減特攻的固執 努力值配點為速度252 攻擊252 剩下6.5 丟在HP上面 招式的部分為拋下狠話 十字毒刃踢倒跟吊包 招下狠話降對手的攻擊跟特攻 然後替換寶可夢 十字毒刃可以針對妖精熟悉的寶可夢 踢倒則是用重量去變化威力的喔 對面是50公斤到99.9公斤的寶可夢 威力為80 100公斤到199.9公斤的寶可夢 威力為100 200公斤以上威力為120 那岩石巨靈 河馬獸 吃猴爸 這幾隻蠻常遇見的 打他們都會有奇效 吊爆的部分其實就同等於 洛托姆的戲法喔 但是因為我們本身擁有特性惡作巨之心 除了對面也是惡屬性的狀況之外 我們一定都可以優先掉包對手的持有物 順帶一提啊 攜帶物品的部分就看個人喜好 講究圍巾 講究眼鏡 講究頭戴 可以卡對面的招式 火焰寶珠讓對面扣血 順便降50%的攻擊力 因為圖標課本身是毒屬性啦 可以攜帶黑色污泥 換給對面讓對方扣血 另外針對幽靈系對手 還可以帶上標靶這個道具 讓原本無效的攻擊 變成可以攻擊到對手 例如換給對面的多龍巴魯托 或是賽富豪後 拋下狠話換奇奇林上場時 巨生就可以打到對方 並且觸發爽猴噴霧的加成 那我們就馬上進入對戰吧 好啦其實這套打法就跟剛剛講的一樣 我們先派圖標課上去首發 先去干擾別人 接著看可不可以替換下場 然後換成奇奇林 那第三隻的話 嗯 其實隨便選啦 好 我們就選這三隻 嗯 看一下對手的第一隻 喔 超能彥妥 好吧 那這邊圖標課必須送掉 但是我們送掉前先 把物品先調保一下 沒意外的話 超能彥妥等下會使出他的專屬招式 流光衝擊 那這招擊中之後 其實會降兩個階段的特防 也就是說這招會越打越痛 那這邊我們就不拋下狠話 換成奇奇林上場 先去挨這一下喔 那我們就直接把圖標課送掉 確保等一下奇奇林 彈得過這一隻 那超能彥妥還有另外一個特性 就是他在每回合結束的時候 會加速一個階段 也就是說他越打越快 越打越痛 那下一隻我們絕對不可能拍 甜美冷厚上場喔 因為會被打到起飛 從草系變成飛行系 那我們就直接換 超能力系的奇奇林上場 因為畢竟超能力打超能力是 0.5倍而已嘛 那這邊我們直接太金化 使用巨聲 然後觸發爽喉噴霧的效果 提升一個階段的特攻 剛剛已經把講究圍巾掉包 給超能彥妥 所以他接下來只能用流光衝擊 一直打我們 他沒有其他招可以選 就被他替換下場 那可是這樣回合差算下來的話 我們這邊是有機會把他收掉 看他第一下的時候其實不太痛 但是特防被大幅降低了喔 欸 那這樣我們巨聲 其實是有機會收掉對方的喔 只要再挨一下攻擊 不過下一次應該沒意外會很痛 然後這邊我們觸發了爽喉噴霧的效果 對手特性又再加速一次 哇 超痛 喔 坦住了 坦住了 還好 好 那這一下巨聲就把超能彥妥收掉 接著來看他第二隻出什麼 如果對方出了索羅亞克的話 我們這邊會有點麻煩 因為打他是沒有傷害的 不過換甜美忍後上場就可以收掉 圈圈熊也可以用甜美忍後收掉 喔 對手出了快龍 這顏色也太醜了吧 我猜他應該是神速快龍 他應該想用速度把我們收掉 欸 龍舞喔 我以為他會太驚化耶 好 沒關係 我們先雙光束 我們先來測測看他的特性 是不是多重靈片 第一下打他不太痛 所以是多重靈片特性 但是打第二下這個傷害就出來了 其實神速快龍基本上都會配置多重靈片這個特性喔 因為滿血的時候可以將對手的第一下傷害減半 可以用這個機會使出龍舞來提升自己的能力 可以用這個機會使出龍舞來提升自己的能力 對手太驚化了 是... 一般屬性 百分之兩千是神速快龍 好 接下來就看我們的奇奇林秀一波了 對面果然使出了神速 圍甲 直接把他的神速擋下來 我們現在是雙光束威力80連續打兩下喔 雙光束一下 雙光束兩下 超暴力的 對手這邊直接爆裂喔 不是 我是說對手直接太驚化爆開喔 現在收掉對手快龍 看一下他下一隻出什麼 好 對手出了布利姆恩 那這場我們贏定了 因為布利姆恩的速度非常的慢 那我們直接這邊暗影球 收掉 所以對手這邊的套路應該是想要用超能焰妥先打一波 那不行的話 那再用神速先制我們 然後直接把剩下的收掉 但是他沒有想到我們的奇奇林是微甲特性 可以擋掉他的先制招式 好 那這邊就有謝謝對手啦 好啦 看完了對戰之後 又來到歡樂的抽獎環節 我們先來抽出上一隻影片獲得百變怪的幸運觀眾們 那我們這邊勾選一下有訂閱頻道 又有留言的觀眾 這樣你的留言就會自動納入我們的抽獎資格裡面 好 抽出來了 好 那以下十位幸運的觀眾 恭喜你們獲得6V百變怪 那中獎的觀眾麻煩你截圖你的Gmail信箱還有暱稱 挑到我的DC群裡面 會有一個寶可夢抽獎專區 把它貼在那邊 那DC群的連結我會放在說明欄跟留言區 然後也請留言一下方便領獎的時間 那也別忘了要擁有Nintendo Switch Online的這個連線服務 這樣我才能遠端跟你交換 那沒有抽到的觀眾也不要氣餒喔 我們這一支影片一樣會抽出十隻6V的百變怪 然後這禮拜是聖誕節吧 所以我們再加碼多抽出兩隻 前幾天付到的 異色小火龍 那抽獎方法一樣很簡單 只要你有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按讚這支影片 並且在下方留言 這樣你就擁有抽獎資格了 那這支影片的得獎者 將會在12月25號當天公布 然後如果大家覺得什麼很酷的配置 或者是很厲害的配置 想要我拍成影片的話 也歡迎你在留言區留言 搞不好下一支影片的內容 就會是你投稿的組合喔 那被選上的觀眾 可以直接無條件獲得一隻6V百變怪 那就這樣我是Dex 別忘了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Ease out